那我们接下来说下一部分 说到人和智的关系问题 智呢是志向的智 也就是说人人智世这个词 我们很熟悉 但是什么叫人人智世 把人作为自己的一种主张 而且作为一种志向 不断地去践行他 去体现他 而且还要干嘛呢 要去传播和推广他 这就是人人的一种伟大的志向 那孔子曾经说呀 人远乎哉 我遇人思人质疑 这是在《论语书》当中讲到的 曾子也说 事不可以不弘义 认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不亦众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段话呢 我们很熟悉 事不可不弘义 它是在讲 那一个读书人 一个世人 身上要承担一种使命和责任 这种使命和责任是什么 就叫人以为己任 因为有人德的人 其实并不是一个大多数 可能少数人 他才能够把这种人德 始终不渝地 跟自己结合在一起 然后去一辈子 去终生地去践行它 所以曾子讲说 人以为己任 是很重的一件事情 因为 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里头 那从春秋战国 我们今天常说春秋战国 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当然到了我们今天呢 我们也会看到 社会上有种种 不令人完全满意 不完善的一些地方 那人 他就是从古至今 人人至世 一种非常伟大的使命和责任 那死而后已不宜远乎 我们会看到 从孔孟的身上 都在体现这样的一种人德 都在体现这样一种 很深厚的责任感 他们终其一生 都在做这样的一种努力 在那样的一个世道里头 希望能去影响这个世道人心 去影响这些有权力的人 能够去接纳他们这种人的理想 并且真正去给百姓 给那个时代 带来一种好的帮助 那么说到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 我们从上小学的时候 可能就会被问到说 你将来的志向是什么呀 那有些人讲说 我想做一个军人 有些人讲 我想做一个科学家 有些人讲 我想做一个商人 这些呢 看起来都是志 但是我们在此要讲的 人与志的这样的一种 关联的时候 我们就要说一说 立志和辩志的问题 辩就是分辨和辨别的辩 志向呀 其实它不是欲望 志向呢 它也不是简单的一种 职业理想 契汉的大儒 董仲书曾经说 正其宜 不谋其利 明其道 不计其功 所以呢 王阳明先生也讲 他说 亦有谋计之心 则虽正宜明道 以功利二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把立志的这个目标 放在了 自己获得功名利禄的 这样的上面的话 获得自己 自我的一种满足的 这个角度上的时候 其实这种志 就已经不是一种大志了 那不是儒家所讲的 这样的一种 宏远的志向了 那不过就是 欲望的一种 另外的说法 正是因为如此 那么很多人 他立的这个志 其实无非就是一种 职业理想 无非就是说 将来为了满足 他在社会上 安身立命的 一种基本保障 但是这不是儒家 忍者所讲的这种志 很多人嘴上说 要成为道德表率 但是内心 还是一颗私欲之心 行为和结果 就都会是功利的 所以一定要明确 这个志 是要志于什么呢 其实是志于道 要志于道德 而不是志于公民 不是志于富贵 所以真正的立志 志于道才叫立真志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典故 话说南宋的新学大家 陆九渊 他应朱熹的邀请 到了这个鹅湖书院讲学 他就讲到了这个 毅力之辩 讲到这个 讲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问在场的那些 读书人 说大家读书进科举考试 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是遵循圣贤的教诲 以学识造福天下 还是谋求自己的名声 追求功名利禄 他这个问题一抛出来以后 据传当时在讲学时候 听他的这个课 有很多人在场 那本来呢 是时值深秋 那天是很凉的 但是在场的这些举子 听闻了陆先生 所讲的这个 遍制之问的时候 就开始流汗了 说君为汉下 为什么汉下 大家可想而知 是因为这些人呢 他们经不住 这样的一种拷问 他们意识到了 自己的追求 自己的志向 其实不过 就是功名利禄 那没有真正的治愈道 所以经过这样一问的时候 马上有一种内心的惭愧 就油然而生了 那到了今天 有很多人 我们也在立志 个人的志是什么 那么作为一个年轻人 有他的一种立志 作为一个管理者 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 可能他也有他的立志 所以既有个人之志 也有企业之志 也有群体之志 也有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这种大志 如果用杨明先生 他的这样的一个 变质的理论来 做一种衡量的话 我们会发现 今天有很多企业 他们立志做世界五百强 那我们就要问一问 就要把它解剖开来看一下 说这个企业 那它是目标在于 积累人的财富 还是说这个企业的经营者 他有一种回报社会的 这样的一种道心 那作为个人来说 我们立的志 是否又是真正的 至于道呢 所以我们学到了 或者是我们 真正领悟到了 人的内涵的时候 那我们在立志的时候 也一定是 立不一样的志的 那孟子曾经跟齐宣王 有一段对话 齐宣王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跟孟子讲 他说寡人有吉 他说我这个人有点毛病啊 这个吉是什么呢 他说好货好色 就是好货 好货是什么 喜欢财货 喜欢财物 说白了就是贪财 那好色咱们就不用解释了 喜欢美女 那这个时候 其实他跟孟子 看起来是很坦白的一种说辞 他说哎呀 那我就是这样的人 那孟子很有意思 孟子在听完了 齐宣王的这样的一个 自我解剖以后 孟子说没关系 你好货也好 好色也好 这个都不是问题所在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好货 你觉得喜欢财物 那是不是能把这样的一个心 推而广之 你也想一想 老百姓 他们也喜欢 那么如果你喜欢美女 那你是不是也能想一想 在整个的这个国家 整个的这个社会里边 那有很多适灵的这样的 婚配的年轻人 是不是他们也能找到自己 心仪的伴侣 能够很好的成家立业 能够过一个非常安稳的生活 所以我们会发现 孟子把齐宣王 自认为的这样的一个急 一个问题 他给转化了 这个转化的根本在于 孟子有一颗人心 他的这颗人心 就能够去汇集到 普通的大众 所以他希望 齐宣王 你自己在享乐 你自己在拥有 这些东西的时候 也能想一想 他人的需要 这就是人证的一种本质 要真正的爱护百姓 而且要想百姓之所想 及百姓之所疾 那这就是一个社会管理者 他们应有的一种理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